市委会测试市面33款花生和坚果食品 接过九成样本属于高脂 也有小品份属于高腊和高糖 市委会说虽然花生和坚果价不饱和脂肪酸有助健康 但过量摄取有机会引致肥胖 32款样本属于脂肪含量高 当中最低介绍花生 每100克平均含量39.8克 合图最高达到62.2克 而属于高糖的包括一款杏仁和一款脂肪花生 每100克当中分别验出17.8克和20.1克的糖 另外有三个花生食品样本属于高腊 市委会建议市民进食这类产品的时候要控制份量 并细月包装食品上的成分表